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灭杀斑点病的脂肝病之外呢 它也来做吹发的作用 所以这个我们都是一罐一L兑200L的水 那如果是龙珠果呢 我们是整颗碰到完 那它可以做吹发 而且如果那个龙珠果会黄的话 它会很快补为它的氮元素 除了这两种之外呢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剂子 酸肝剂子 用这一支来打它的 打到泥土 再喷在泥土那边 它可以杀死很多的 不应该存在的那些病害 所以这个 这一支可以产200L的水 那么在龙珠果呢 它们都是三个星期喷一次 三个星期喷一次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酸肝 或者是凡事流 红毛榴莲都可以用 如果你喷在树呢 它会多多少少做那个杀净作用 那个水滴到那个泥土的时候 它是变成肥水来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这一支呢 如果它们也有喷在那个 那个什么 辣椒 辣椒也有人来喷 其实它喷泥土是很漂亮的 那如果是那个白香果 它也会喷 但是这个要喷在泥土 那么 这个如果是喷在泥土的话 最好呢 是下雨天过后才喷 因为下雨天的时候 过后啊 那个泥土很凉 空气凉的话 那个虫害啊 牛马特它们会跑出来晒太阳 做日光雨 当你一喷的时候啊 它会接触到之后 它破坏它里面的系统 那么它就慢慢死掉 这是有机性的 它不是说有毒药的 没有说有会杀死什么东西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不适合榴莲 如果榴莲 如果 种香蕉 香蕉很好 是这样 当你的洞 那个 其实什么都可以了 就是我们的那个 要种的那个洞 挖好之后 我们用这一支 喷那个洞 它可以把里面的 一些牛马特啊 什么东西先杀死 过后呢 你来做 来种植 所以它是做泥土的 杀虫和 和这个整理是 很好 那么榴莲的话 不大需要啦 榴莲我们可以用有机灰就可以 可以整理它 用五五就可以了 就是这样 好谢谢